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意终生与爱难求 但去尘埃又会如何 此心可恶不可休 造花酿成风月一滴泪 处理的悲心梦跌梦秋水 万劫终不会再留到掌剑来回 我看不破地区天归 造红尘不许百转千回 复花开望年岁 惹菩提善然地霉 请务必让我 这两个知情好友 在凡界相逢相守 平安喜乐 帝君如何了 帝君本就精气混踪 又疲乏过度 先例大损 更是无力回天 我等只能尽全力 护诸帝君的心灵 可能否清醒 痊愈 只能看帝君自己的造化了 若帝君千年不行 万年不行 那该怎么办 寻常昏迷之人 脉象一贯稳计 而帝君心脉躁动 许是此地又何恶 千细邪心不得安宁 既有如此强烈欲念 帝君许又一日 会因此苏醒 不得安宏迷之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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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你不如帮我一同整理典籍换换心情 夜望川的明王刚呈上一大批文书 我们正宠人手不够呢 对了 世人皆知 九百年未渡川者便回灰飞烟灭 所有人都会在七日内渡川 千百年来未有例外 七日有位名差 突然送上一份未渡川者名册 称天界有位仙子 伴他八百多年未曾渡川 特寝室天庭可有特赦 看不清火焰 痛也模糊了 可心里的痛却丝毫不见 待我敢彻底丧失那日 就再也不会痛了吧 陆明 为何如此慌张 言诞 在忘川苦度了八百年 始终未过 再过几日就到九百年之期了 言诞就要死了 这下你满意了吗 怎么可能 我明明在渡川者中 看到了他的名字 帝君 你醒醒啊 你若再不去救颜待 他就要灰飞烟灭了 帝君 陆君 遠距君 连鸣刻骨相爱 缺级隔两地 安然销毁 帝君 为了严丹 求求你醒来吧 芷夕仙子 我犯下的错 我来弥补 我绝不会让严丹再有事的 儿子 芷夕 谢谢你 若帝君醒过来 不必告诉他 我做了何事 是我愧对他们二人 不必让帝君 再为子妃闪了 张氏 这溟王可真是为驱凤之人 年年给天界 信控这么多伐气 多有何用 竟是些废铜烂铁 若不是他受了重伤 伤口惊年不遇 想从天界寻医问药 又怎会这等殷勤 堂堂望川之主 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我管他是何缘由 我只知道他伤得好 一个人有了弱点 便有了用处 这是何物 集音符 把此符放出 便可听到远处声音 与之相谈 这倒是个好物件 长氏 帝君醒了 真的 听闻帝君苏醒 我特带了护陵仙路前来探望 帝君正与他人一事 严明任何人皆不得如内 营灯长氏 您若贸然闯入 只会令帝君不愿 反而浪费了您一番好心 不如带帝君重回延续天宫 您再来探望也不迟啊 既如此 那我改日再来 还请你帮我带一句话 帝君昏迷这八百多年来 迎登日日为他助导 还望帝君能照我一须 帝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例外 但他今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夜王船中走了八百多年 这么多日日夜夜 他到底是怎么好好过来的 严淡他从不久升仙烈位 只愿顺心而活 可帝君却为了所谓仙徒 不与他相认 逼他掉了辽无桥 以后夜王船九百年不渡者 便会灵霄魄散 帝君 难道你要看着他灰飞烟灭吗 离九百年还剩多久 至少 三日 请帝君慎思 务必加紧营救 保当万全 我替燕带 歇过了 原来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他温馨相葬 我却 我却从未懂过他 你还没想到 帝君 前方乃是叶王川之谕 没有弟孙赵领 不得下剑 你说再向前 我便动手了 让开 颖元 弟孙 你撇下帝君之责百年 好不容易苏醒回归 为何还要触犯天条 一错再错 弟孙 我心结未了 许下叶王川救人一名 颖元 你若一意孤行 吾 要按照天规处罚 帝君 你身为天界上神 诸仙表率 若此刻公然违抗帝尊 如何服众 天规戒律胜不可犯 我既为令 便请自罚 家人 一法 重伤天兵 二法 忤逆地尊 三法 四下忘川 我已自罚守戒 请弟尊原谅 若心法不够 待我归天之时 和赐回去天星台灵寿 谢弟尊成全 严丹 我绝不会让你活着回来 不知我的尚名 天气之人有没有收到 难道延南真的要就此灰飞烟灭吗 先生 先生 你为何又来此处 你是来救严丹的吗 你究竟受了多少苦楚 竟便做这般模样 数百年过去 你如今 可还愿见我 义葬 对不住啊 今日还是没能忘华前尘 都不了望川水 又让你无法交差了 严丹 你我相识多年 不必这么见外 我会助你独川 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都已经快九百年了 还是没能忘记 只限期 只限期只剩两日了 看样子我是忘不了了 而如今 我的目力 痛觉 味觉 都在消散 而那些记忆 却半点都没有丢失 我宁愿自己已经死了 对不起 你不必为我难过 还有两日 我就要解脱了 今日我不回客栈了 我就坐在这川水旁 静静等着 严丹 多祸一日 便有一日的希望 我带你回客栈 走 来 我今日有焚香之好 却无人可展示 不如你替我闻闻 这香味 可还说得过去 他都看不光 有还不光 就慕了 所以, 你将会跑到才来 我心里的事 必须不够elier 别怕 你泡了一日穿水 身体应该很虚凉 这个手炉你先抱一会 现在可短和一些了 初看幽灾 那些宽心 今夜好好安睡 明日我同你一起渡船 这九百年来 我就没有一日安睡过 今日恰逢夜网船守岁 江奏静魂运 有暗神之功效 今夜 你一定会好吗 在灰山中其中 一世芳华人间一场落花风 平田一直落花中 看不容尘的眼洪不晕 你是遥遥天上一碰秋月融 只敢潇洒不敢弄 梦中梦中有两人与共 我见城市枯端青丝枯茶 多情人不自量 我见两叶荒 两叶见我 与恨所致他 风圈一枝花开一枕 黄春无望 不拆散人对对双双 原来这赞子 你一直都留着 看破红尘的烟红 雁大 我不会让你死的 天界照佛 再难偿还 幸而这一次 终于有期望 还我守护你 与君别后 陰上我 铅船已求 山海ң露 万幸中 云别还袖 几时都不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子殿下 聘礼都清点完了 你说这些东西他可会喜欢 殿下都快把四海珍宝权术搬过来了 昭兰公主怎么会不喜欢呢 当初她自天界回归后便病了 八百余年我一直悄悄派人探望 听闻她近来转好 前几日还去了蚌族讨了几瓶蚌珠真路 许是喜欢其光泽 我也将全部真路够回 都在此处了 太子殿下 公主旧疾重犯并重难起 实在无法下榻亲影 还请太子殿下改日再来提亲吧 公主 公主 蚌珠真路如此贵重 纵使南海一年也受不到几瓶 其他龙女都用来保养容颜 你却用来涂着鳞片 此物到底是什么来头 就这么珍贵吗 是 在我心中 唯有她最珍贵 太子殿下 您不能进去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您不能进去 公主 是你说你病得下不了床 可我看你面色红润 精气十足 毫不像染病之人 想来不过是找个借口拖延婚期罢了 你用这伎俩 红骗了我八百余年 到底有没有把我东海放在眼里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我是否染病 自有龙医论断 我们尚未成婚 你便擅传我规格 成何体统 四海之中 我东海就是体统 敖萱 东海在自己的水域横征暴裂 残害水族 我管不了 但这是南海 你敢造词 我便禀告父王 取消婚约 好啊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你父王 好好聊聊取消婚约的事情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这是什么 还给我 你放开我 难得见你面露慌张之色 看来这东西 确实有点价值 好啊 你何日愿嫁 我便何日归还 你何日愿嫁 你不过是喜欢强权逼从之感 你对我何曾有过真心 对 我确实无心 娶你 不过就是为了南海势力 可就算你知道实情 你又能奈我何 好 昊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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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父王 我 我们东海 每年猎杀一族 猎化灵力 为父王进步 但父王的尊体 为何仍不见好转 为父年事已高 不过迟早要驾鹤西去 再多的灵力进补 也已回天乏术 倒是希望你早日立业 称我尊位 今日娶南海提亲 结果如何呀 仍是一拖再拖 不过 今日而臣获一物事 应该能尽快促成婚事 旧棋 原以为 创世之战已将其斩草除根 怎么还有余孽 父王 何为九旗 商古遗族 身携水火之力 曾为四海之主 可 可我们龙族不才是水族领袖吗 我们龙族之所以有今天的尊位 那是因为九旗灭族四海无主 如今九旗现世 其他的龙族和水族 必将追随 那时 别说是与南海联姻 恐怕连我们如今的地位和性命 都难保全 九旗为何 会突然现世 这些年 他又深藏何处 九旗 欧萱 你是如何得到此物的 我与昭兰 在天界玄仙崖时 曾见他与一条黑鱼相交甚好 而那条黑鱼 甚为古怪 大半夜的不睡觉 怎么回事啊 身为水族能赴火镜 灵力之强可将反元术震碎 当时我就觉得他灵力蹊跷 难道此人就是九旗 北鸣先军一向 跟九旗一族交好 当初秘密地救下一条 也绝非没有可能 原来这则是 招兰不愿成婚的真正原因 那我就更不能让你活着了 父王 既然九旗乃我族威胁 那绝不可让其他水族知晓他还存在 我曾在天界见到九旗 开天系 入凡界 他若此时正在反戒 那儿臣就有把握将其诛杀 请父王准我带一队亲兵 我会亲自前去 将其处决 以决后患 好 不愧是我儿 那为父 就将当年诛杀九旗之密器 随魂钩交付于你 为父 先命将近 唯有剿灭此人 父王 才能毫无挂碍地将这四海 教徒泥兽 老霄 你快想不住我了 当年你求赵名利时 可有想过 会有将自己供奉于我的一天 原来明王大人能够威震百万亡灵 一统叶望川 是有亡两图的名利加持 可这名利虽好 若宿主伤残体弱 便有反噬之威 你是何妖孽 殿下莫冲动 若是伤了我 便再也不知你的伤何药可解 说 天境有一神药 名为四叶汗淡 炼之可生死人白骨 解一切病痛 得一之便可高枕无忧 既是天界神药 我如何得到 这四叶汗淡早已化为人形 名为炎淡 因触犯天条逃离天界 如今正于叶望川藏身 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 殿下莫要错过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这些 是何企图 殿下想要此药治病 我想要此药永不复生 我们不过互帮互利 各取所需 殿下 我去 医葬 这是哪儿啊 怎么感觉跟我平日杜川的地方不一样 此处水流湍急 闲有杜川者 姑娘 在此渡了将近九百年 离开之前 我想带你感受一下 这夜望川 最美的地方 不必了 我浸染了川水 目立见尸 如今只能察觉一些光亮 哪儿还看得出什么景致啊 可有闻到花香 可有闻到花香 这样 那便算是看过了 我也算是对心承诺 与你一同看过花开 这事 蝴蝶针炽 夜望川如此隐寒之地 怎么伤得出蝴蝶呢 万种生灵 只在此处稀奇 而繁界各处 不仅风蝶纷飞 可见雨雪 见四季 bat 想来 那是个比夜望川和天绩 更好的地方 Thankfully 姑娘走之后 一切就可以重来了 我放不了前尘 渡不过川水 凡街再好 与我何干啊 姑娘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帮你 我 我直差直了数月 好不容易闲暇喝了点小酒 何人如此无情 连我酒瓶都要击碎啊 这是谁啊 不怕 是个喝醉酒的名差 小梦蝶 小梦蝶 她的残劲不是已经被毁 如何再次孵化 又如何出现在夜王川中了 我在典策里见过她 据说 小梦蝶 乃是上古生灵 此生轮转 皆因情爱 唯有 今日溟王点兵受访 所有明差都去了大殿 你为何还在此处 还不快走 我来过来 我擅置我 我踏过去 你为何我 你为何悲惨 你为何我 我愿意 你为何我 词曲 李宗盛 走到你乡 回过头 为我舍一花 催眠的缘分 在暗夜里藏 情字落晚香 寂寞的堂堂 住思念的伤 一望岁月亮 细经线成人游 你已信仰 轮转中 为此念 风唱 你是泛环 人间一场落花风 平天一枝落花中 看破红尘的眼红 你是摇摇天下 一捧秋月融 只敢潇洒 不敢弄 梦中梦中 有两人与共 雨军别后一生 我下转已久 山海无路万行中 雨别欢羞 几时都不够 尽开微笑 烟火岸上 有白首 一朝天涯 熬红冬 直到人间 尽羞 熬熬 淡淡在开人 自首